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我快的呀 行啊 你还学会威胁人呢 那你干嘛下来呀 你既然知道我是威胁你 你干嘛还来呀 要按照平时你的脾气 没事 你会理我吗 是吧 再说了 你要不心虚 你能这么快就下来了 我心虚 我心虚什么呀 你说你要不是在婚内 跟那个姓李的就联系了 你们现在能搭那么快吗 再这说了 你要不怕我把你的这些丑事 告诉孩子们 你能这么快就下来 你以为我怕你是吧 我给你脸呢 你都看不出来呀 你挺大个男人 大半夜的 在人天气那儿 巴巴的胖着人家 那我是怕你丢人现眼 你还以为我怕你呢 是吗 那你告诉我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那么开心呢 你也有今天啊 你也知道这个滋味不好受是吧 我怎么看你这样我就那么开心 那么痛快我 我就是一大傻蛋的我 我一直以为你把心都扑在这个家里 扑在孩子们身上 想不到水性洋花啊你 倒打一耙 行 我水性洋花 我就水性洋花了 怎么着呢 哎呦喂 你还张得开口 我都替你害臊了 对 你是应该害臊 你出轨了 你能不害臊吗你 是你以前有的人 你 你 你 今天下午让我碰他了都 你大脑子 你俩干啥呢 这大脑子在这 你干嘛 你这脸怎么办 别打了 别打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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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你妈在外边有人了 今天下午在街上 他跟一男子约会 正好让我给碰上了 那男子西装格里 人模狗样的呀 你妈见了人家 哎呦又是端茶 要是倒水的 一脸的献媚呀 太没文化了 缠媚 那个字念缠 缠 对对对 对对 我没文化 你有文化 缠媚 一脸的缠媚 我现在都恶心了 踢起来 别演了 你有意思吗 你当儿子的这个 你觉得合适吗 你呀 儿子 不用踏骨发胖 我跟你讲 好回事啊 那个李叔说 这上次咱们开车 喇叭后来咱们见着那个 那个开兵力那个是吧 我知道我知道 是我知青的时候的战友 这不是联系上了吗 人家跟我吃顿饭 哎呦 我把你怕人气的呀 你看这晚上就就 先来心事问罪来了 哎呀 老天 你能拿孙人间气我 我就不能弄一个男人气息你呀 是吧 我又自由了 我有什么我愿意跟谁好跟上 我愿意你 行了你们两个人 你说大晚上的在这小区里面说这些 丢不丢人呢 你爸呀 你爸来的 追过来的呀 对吧 不是 闹到外面没事是吧 太早说撑了不就完了呢 进步没事 事没事 这也没关系 好 我跟你妈再聊 不 不 不聊 现在我就特别容易困 你知道吗 原来跟你在一起 你经常支持不要叫我失眠 现在 站着呢就着 真的 我跟你讲 不要打搅我幸福美好安逸的生活 好吧 晚安 拜拜 不是 妈 哎 我 我 小钱的爸赶紧回去睡一会儿 进步 帮我把你妈看紧了 我怕她遇着骗子 放心吧 我妈她吃不了亏 走 回去吧 赶紧 你干嘛呀 回家呀 你还是敢回家呀 哦 行了 行了 你赶紧回去 我不送您了 小心点 哎 你这帘子不回事啊 没事 走吧 走吧 你赶紧回去睡觉了 行 走了 爸 回去 整个弄一下 好嘞 现在妈妈 哎 童童 现在妈妈 我好想你 阿姨 阿姨想你呀 亲一个 嗯 什么 嘿嘿 嘿嘿 童童怎么了 你脚怎么了 哦 没事 这个鞋 第一次穿有两抹脚 今天妈妈妈 我想 帮你帮我玩 童童 进到阿姨公主忙 我们先取药好不好 不忙了 就要进到阿姨 帮我玩 要不这样嘛 你去拿药 我带她去我办公室 一会儿你来我办公室找她吧 嗯 好吧 乖啊 怎么样 嗯 嗯 爸爸答应了 那我先过去了 嗯 走 哎 哎 哎 等等 来 这个鞋 第一次穿有两抹脚 好 啊 嘿嘿嘿 起了 给 都是你 把前面掰 啊 进来 怎么能跟着玩得很高兴吗 真乖 金太夫 我拿了两个创可贴 你等一下贴后脚跟会舒服点 我都已经贴过了 哦 我这好多呢 那 你留着吧 没事 你给童童留着吧 那小孩子需要的地方多 好吧 童童 那我们回去了 来个东西放下 咱们回家了 啊 快 嗯 走了 妈妈再见 行 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吧 拜拜 慢走啊 慢走 那个小张 嗯 一号房 一会儿李先生礼聊 好 准备一下啊 好的 哎呀 坐吧 哎 哎 哎呀 昨天的事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让你见笑了 真是太丢人了 哎 真的没关系 哎呀 对了 昨天你们 最后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哎呀 反正也无所谓了 其实你不说 我也能猜到是什么事情 这只能怪你老公 身在府中不知福 哎呦 手机 喂 你到哪了 我家门口呢 快进来吧 就等着你呢 快点 马上进去 马上进去 哎呀 我一会儿就来个朋友 妈 来啦 快来快走 来来来来 我得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这个是我那个好朋友 也是我战友 我的学生 是个新医 他在医院里工作 认识一下吧 因为他个姓 李言 李言 我叫李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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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着吧 你坐这儿 我方便 方便 方便 那个 李言 是个大老板 是吗 小人才 你们聊一聊 好 聊一聊 关于养生的话题 我觉得你的脸色 好像稍微 最近总是头疼 所以就来姐姐这儿 坐坐理疗 聊一下 坐理疗 但是也管不了太多的事 坐理疗是挺好的 但是茶三高之类的 还真得到我那儿去 对 对对 她是西医 你们两个留个电话 行 然后你们就 就到小方那儿检查一下 没问题 那这样 留个电话吧 好好好 你记一下 好 静大夫 这个复查结果怎么样 彤彤身心 有没有问题 阿姨您放心 彤彤恢复得很好 他就是平常 还是注意饮食 还有他的睡眠时间 因为毕竟小孩子 免疫力要比较差 还有呢 就是按时吃药 其他的没有问题 谢谢你 他的药都吃完了吗 要不要再开一点 还没有吃完呢 等吃完以后 我让彤彤彤爸爸 再过来开 行 那没问题 放心吧 阿姨 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呀 是有点事 想来问 不过 你别嫌阿姨 多嘴 不会呢 您说 你觉得我们家 无所谓 怎么样啊 无所谓 挺好的 体贴 也细心 是个好爸爸 也是个好儿子 金大夫 金大夫 阿姨问您的事啊 你跟我们家 所谓 有没有可能吗 说实话 好 我们一家呀 都挺喜欢你的 阿姨呀 比你们多吃几年盐 别的不行 看人可是很准的 阿姨看出来了 你跟我们家 无所谓之间呀 时间不停有好感 我这儿子啊 是个闷糊涡 他要是觉得 这件事情给别人添麻烦呢 他一律都不会说 那阿姨我就直说了吧 嗯 其实我觉得无所谓 不管对于哪个女人来说 应该都是个好账目 对了 也不例外吧 哎呦 看来啊 阿姨没有白操心 有你句句话就行了 嗯 那你先忙着 我回去了 好 慢走啊 阿姨 好好好 你们不用送了 我的事就在那儿 当然要送了 对对对 要送我 要不是您今天有事 咱能在一块儿聚集吗 是是是 没关系 再找时间 对对对 再找时间吧 对对对 说实话 今天真是有点 一犹未尽的感觉 就是 我电话留给您了 好 咱们抢联系 好的好的 好吧 对对对 你们就有事就 电话联系呗 行 那我先走了 好 拜拜 好 再约 哎 哎 没有 你能有点出息吗 你看你的眼神直勾勾的 无人了 看不见了 太丢人了 你 真挺好 我能给你介绍吗 我跟你说 妹 这么好的人 你就记着 姐留给你的 你听我说 啊 然后 妹这幸福 就掌握在你这儿了 一定在帮我 看出来了 好 真是 你去不摆 来 怎么玩啊 妈 找我有事 饿了吧 妈给你做的饭 来 还热乎着呢 妈 我在外面随便吃一点就行了 以后你别这么麻烦了 外面哪有妈做的好吃啊 至少比外面卫生 对吧 来 快吃 那倒是 您的厨艺可是大厨级别的 那我吃了啊 嗯 吃 所谓啊 妈跟你说件事 嗯 今天啊 我跟金大夫聊过了 妈看出来了 她对你是有好感的 妈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让你别去找她 我不去找她 你怎么知道她的心思呀 我跟你说 像金大夫这样的人 人漂亮 工作又好 对童童又那么照顾 虽然说 她是离过婚的 但好在没有孩子呀 如果将来你们 真的能够在一起的话 她对童童一定不会差的 现在像金大夫 这么好条件的姑娘 上哪儿找去啊 啊 再说了 你对她也是有好感的呀 我看出来了 是 我是喜欢的 我也知道她是个好女人 正是因为知道 我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拉呀 你看 我现在是一出租司机 就算以后有机会 回到旅游行业 那也得从底层重新做起 我们现在北京的房子 都是租的 何年何月 能买得起房还不知道 难道你让她跟我们一起 住在出租房里 你说 我拿什么给她幸福 妈 换位思考 如果金纳是你女儿 你愿意让她 跟我这样条件的人在一起吗 妈 我知道你喜欢金纳 但我们不能害了人家 以后这样的话 你千万别再说了 就算了 求你了 好吗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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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姐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我好像有点 喜欢上她 谁啊 就酒吧那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了 反正跟她无意间又碰上了 无意间 反正就是碰上了 你说我是不是内心 有点轻浮 要是这么看的话 好像是有点 作为我最好的朋友 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爱我两句嘛 那你要我说什么 爱你的话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有点想她 怎么感觉像是春天到了 每个人都在想着谈恋爱 无所谓她妈妈来找我了 她来找你干嘛 她想让我跟无所谓在一起 千万别听她的 你想啊 你这么好的条件 他们家呢 没房没钱没车 还上有老下有小 你要是跟她在一块 她整天照顾她妈妈 她孩子 哪有时间陪你啊 生活里一点浪漫都没有 千万不能在一块 都不要 你说你小小年纪 你怎么想那么多事情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反正吧 不合适 算了 这个好玩太好玩了 四个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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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玩了两点多 五个脸 这叫什么来着 萧萧乐 萧萧乐 好 你还四个五个脸 我 我 我 你还准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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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你 八姐 你说 你还准备我 金叔在隔壁探头探脑的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回来接着玩啊 好 地下工作者呀 干嘛呀 我是真怕你吃亏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 我吃亏最多也就是个师生 你就不一样了 咱家财产都在你手里边呢 凡惦记你的人 都是贪色又贪财的 我老李呢 金志阳 咱俩现在什么关系 人家是贪我的财 还是贪我的色 不用你操这份贤心啊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咱俩都离婚了 就管不着了 什么的 你还 是 咱俩法律上是没关系了 可是从感情上 我 我还是觉得我应该 感情上也没关系啊 那外人这老李 他怎么就对我怎么了 那既然没对你怎么着 这干嘛老上你这来啊 人家治病啊 对了 你 病得很严重 要不这样吧 今天你既然都送上门来了 我就给你扎两枝 你脑子那个病特别严重 别别别 你扎起这你就清醒了 行行行 走 我走 还不行吗 我要留一动病 要周公伯回去喝人家 所有人见过 冻这鸽子汤了好不好 喝 喝 好好喝 你喝出鼻子 来来来把帽子还你啊 也戴上戴上 好 来了 拜拜 说到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 真是 没事 没事我就走了 有事有事有事 那个非常正经的事 说 那个 我如果说我想追你 你会答应吗 你要追我 你不觉得不太合适吗 怎么就不合适了 你不觉得咱们的开始有点尴尬 不尴尬呀 这多好 直接省略了开始 省略了经过 直接开花结果 你看你看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跟你好的原因 别人谈恋爱吧 都是从聊天 拉手 亲到门开始的 哪像我们 笑 看你那样 我说你这一个姑娘家 怎么老动手打人呢 你脑子 肯定想的都是那些男道女唱的事 当然不是啊 像你们这种男人 都一个德行 你这一点绝对是错了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你不是男人 我怎么就不是男人 当然是男人 我真不知道 你这小脑袋瓜里面 到底是想些什么 你要我怎么样说 你才会信你 我要是真像你说的 想要把第一次 没有做的事给做了 那那天晚上 我把那个斯密的赶走了以后 我是不是就坐在你的旁边 跟你聊了会儿天 连你小手都没有碰一下 是不是 你想想 好像是这么回事 那不就完了吗 那姑且相信你一次吧 那我跟你谈恋爱这事能成吗 不就谈恋爱吗 谈呗 打住 怎么啦 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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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退 行了吗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你今天不还说你要结婚呢吗 咱们还是先谈谈钱吧 要多少 要多少 那个你看着给呗 不不还 那坏事儿了 那坏事儿了 怎么 检查工作呢 你这刚跟那个吹了才几天啊 能不能歇一阵啊 那个叫什么来着 你原来那个 康乃姨 康乃姨 那个教训还没受够啊 我都忘了这人了 你还提他干什么 儿子 这回又是怎么回事啊 那我就不瞒着了 真是介绍一下 这位女男男特别靠谱 特别好 关键是各项指标 样样合格 年龄相当 那个没有婚室 更没有孩子 小一岁 这你也知道呀 我不知道 因为你每次说的都差不多 我听得多了 眼光都是差不多的 怎么认识的呀 酒吧喝酒 酒吧认识的 怕死儿子 别逗了 别跟我 花姐花姐花姐 您误会了 现在酒吧就是 别人下班以后 去消遣这个地方 就像那个广场上面 那些大妈跳广场舞一样 我跟你说 你别又想说我什么老脑筋 那什么没这事 你要是觉得谁脑筋心 你就找谁 你别找我说 花姐 那这个事就当过去了 还有个事得通知您一下 做好心理准备啊 赶紧那我有事呢 原来上班的地方 我不去了辞职了 那个专心在家写小说了 会把完毕 那么好的工作 说辞就辞了 我 谁同意的 刚找的工作就不上了 不是 你个混蛋玩意儿 妈 你烦人 请 除了气我 没别的 这是我亲妈妈认识 看你有事给我打个电话 我过去找你就行了 干嘛还亲自跑一趟 我不敢劳你大驾呀 你一天那么忙 工事 资事 个人感情的事 我跟你说 你要不是金波他爸 我都不找你 你知道吗 你儿子又出对象了 这是好事啊 什么好事啊 酒吧认识的 就不是赔酒的吧 不管赔什么都不行 这几年 你有没有给他算过 出多少个了 这刚吹了几天啊 而且每一次 都是热血沸腾 就他啦 我认准啦 还有什么来电吧 三分钟热情 一个男人正事不干 一天到晚的就出对象 这将来有出息吗 你是当爹的 你说你管不管呢 你也别太生气 太较真了 在酒吧遇上的 不一定是坏女孩 再说了 咱看问题 最好别以偏盖拳 我我没以偏盖拳 少教训我 我告诉你 对了 我还没跟你说呢 又辞职了 又辞职了 对 跟我说要当专业作家 说天天就在家里写作 那不跟完了吗 这不一天到晚 就就就更出对象了 你说他那想法刷子 他能写出什么东西了呀 这不就得啃老了吗 你上不上点心呢 你儿子 不是 我我只伤心我管哪 你甭生气 我能不生气吗 我有时候想想 你说自己儿子 不应该这么说啊 真有点花心啊 还不 而且你说这玩遗传吗 你说要遗传也不对呀 你年轻时候不花呀 你是老了老了花起来的 他怎么年轻轻的就这么 不是 行行你别生气 这事你交给我 我收拾他好不好 不是 你说好了 你约个时间 你好好找他谈谈 我找谈谈 你山中乌老虎 他还觉得自己是带我了 你找谈谈 你怎么找我男朋友 你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啊 孙文娟 怎么哪都有你呢 你这耳朵挺长啊 跑得挺快啊 我跟你说 我是在跟我孩子他爸 在聊我们家的事情 没你什么事啊 一边待着去 怎么叫没我什么事啊 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要想找他的话 你必须得通知我 谁是你男朋友啊 你别听着胡说八道 干什么干什么 装什么呀 你说你 行了行了行了 没意思 他爸 跟你说完了啊 你跟你进步好好谈 这事你行 得了 咱们再 你干什么你啊 什么叫我干什么呀 我就看不惯他那趾高气昂 盛气凌人的样子 跟慈禧似的 我愿意 我告诉你啊 以后的事你别管 你愿意是吧 对 当你的李连英去 你每天来腻着我 也不找份工作去 我有工作 你有工作 这么快就知道 我跟你说 我以前在那个破公司上班的 那只是我的副业 我的主业啊 是个作家 作家 真的假的呀 当然是真的 我骗你干嘛 我跟你说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本人呢 就是个作家 写的是网络小说 网络小说 你说说 写了什么 刀目笔记 鬼吹灯 我都是你写的 当然不是我写的 不过我要是写的话 肯定比他们强百倍 这么自信 当然 我呢 现在刚刚开始写 写了大概十万个字吧 行 牛 东西呢 我看看 你想看 那个你真想看我写的小说 行 你不害怕吗 怕什么呀 我长这么大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呢 是吧 那这样呗 那个 我去你家陪你一块看 你陪我看 陈妻不敢 陈妻一个人住 店长都不在 没准 你会做出什么事呢 你一个人住啊 你爸妈又不在 老家 多可怜 那个 你平时呢 那你一个人生病了怎么办 生病了 胜扛呗 我在北京已经四年了 你看我 你看我不是挺好 你也没有烧开肉 哎呀 你说 哎呦 你说你爸妈怎么就那么好 生了你这么好 那个女儿 哎呀 你这是越来越过分了 我 我这是可怜你 我没什么 要 那要不然这样吧 那个一会儿 一会儿我陪你看电影去吧 我不去 黑灯瞎火的 又不知道你要干嘛 我能干嘛呀 电影院大庭广众之下 那么多人呢 谁知道你啊 刚刚你们都这样 都这样啊 那我跟你说 我们俩是谈恋爱嘛 你永远让我跟你保持 两米以上的距离 那谈恋爱你能这样谈吗 两米没到 往后 后退 不是 你 不是拉个手怎么了 不拉手怎么谈恋爱 反正这就是我的原则 我没碰你啊 擦边球都不行 什么啊 喂 你好 是李妍先生吧 我是李妍 你哪位啊 哦 我是小方 我是花枝翘姐姐 她的一个朋友 还记得吗 在她店里我们见过的 哦 小方你好 你好 找我有什么事啊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就是觉得 咱们不是留了电话了吗 我想着 看咱们能不能一块约约 吃个饭聊聊天 嗯 可以可以 择日不如撞日吧 就 今天下午吧 好吗 好啊 当然好了 那我等会儿把地址 还有名字 发给你吧 好的好的 啊 一会儿见 拜拜 花花 我是李妍 没什么事情 我刚刚打完球 想约你吃个饭 好 那好 那我等会儿开车来接你吧 好好好 等会儿见吧 哎呀 这个地儿真好啊 那么雅致 是我找的 你看就咱俩吃个饭 这么高档的地儿干嘛呀 随便一个地儿就行了 还约了一个人呢 谁呀 你认识的 我认识谁呀 就是那个小芳嘛 她给我打电话 约我吃饭 小芳约你吃饭 你叫上我干嘛呀 太不合适了 不不 不是这样 李妍 我那个还有事呢 那个什么 我刚刚走得急 不行 我得回去 不不 不合适 太不合适了 花花 你听我说花花 花花 花花 来 不好意思啊 我来 姐 不 那个 我 我有点事 我得先走 别 别啊 那个 是吧 一块儿 对啊 对对 怎么请你吃饭 我还是不合适 一定一块儿吃 你都来了 哪能走啊 对啊 对啊 边吃边聊嘛 你让姐 你都来了 坐 那个 不是我 我在这儿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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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房子坐 行 我坐那边 来 坐吧 来 请坐 爸 他 他让我来的 灯符是外人 这 这有啥呀 对啊 对啊 人多好吧 可以聊天嘛 你们都想吃点什么 方点 方点 别啊 姐都来了 你是姐 当然是她点 不不不 你点 人家挺你的 你们别宣让了 还是我 还是我来点吧 好好好 你别 你别 孙文静 你个神经病 我告诉你 赶紧我滚 能滚多眼滚多眼 你外来我们家不走 多时候啊 我告诉你 老爷子留的房子是给我和你哥结婚用的 不是给你住的 你这么大岁数 嫁出去 你没人要你 你别 我没人发现 我没人发现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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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再吃点 你那个给你小方 给小方家 好 来 谢谢 爸 你看不出来吧 李妍 你看人长得人高马大 做那么大生意 天不怕地不怕 可是就怕一样东西 怕什么呀 怕蛇 当年我们插队的时候 就那开垦的荒地 天哪一蛇 你看他 就没影了 好了好了 别说我的丑事了 想不到 李妍 你给他们发 就是小鸟一人的感觉 但是把真正遇到事了 特别能往前冲啊 你别老实夸我 是是是 上方吧 哪儿都好 就是这个命运呢 有点不太公平 早早的就一个人了 就这么多年呢 那么多追求者 然后一个都看不上 别躲我 我不找你 我怎么没有这么哭 喊什么气呀 我不用你管我 你不是说你离婚 我给你起了不好的作用吗 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 不是那样吗 我不烦你 你放心 你不用管我 不烦我就少到我面前 唉声叹气 我死了才好呢 懒得比你 我还不如死了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不是不关心我吗 你不是让别的同志 取代我的工作吗 你不关心我你问我干嘛呀 你别问我呀 说不说 说说 我不是跟我哥 因为那房子打起来了吗 我哥让我出去租房子住 他说那一半房钱他给 他说我租了吧 他又不给了 他先贵 他买我那一半产权 就给我算四十五平米 给我十万块钱 你能咬你你干吗 他冲大一北京 我到哪儿买房去啊 我这十万块钱 我就能买一厕所 一点 什么手服啊这是 你哥的脑袋 是不是让门挤过呀 他要让门挤过就好了 他就不会算得这么清楚了 你们这家人啊 真够奇葩的 所以要我说 你赶紧找个人嫁了吧 我要真能找人嫁了 我不是就不受这么大委屈了吗 你也不管我 你就让我哥这么欺负我呀 你别盯着我呀 我跟你说啊 我这种人吧 就是那种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的那种 你 没戏 你跟我拽什么呀你 你拒绝就拒绝 你拽什么诗啊 我告诉你 金大叔 你不是说了吗 我长得漂亮又丰满 我凭什么找你呀 我告诉你金大叔 我肯定能找一个比你更好的 不精等的条 对 对了 你找我啊 坐吧 有什么事吗 金大叔 我妈可能误会咱俩了 跟你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话 很唐突 我替她向你道歉 其实阿姨说的也没有错啊 阿姨只是说出了 我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话 说真的 我对你 金大夫 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 你没想过你对我的感情 可能是同情 你又把同情 当成了爱情 我不是小女孩了 我也有过一次婚姻 我还是分得清楚 同情和爱情的区别 再说了 谁跟你说 同情和爱情 就不能并存非二选一 我家的近况你很了解 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 能让你过得更好的男人 你是说物质条件吗 我不在乎 我觉得只要我喜欢 其他的 又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非要不止生活过得好 就更好了吗 不管我现在怎么样 我有责任让我的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也会为之努力的 但是这个努力需要一个过程 可能几年 可能十几年 但我不能 在这未知的几年 甚至十几年里 让我的家人 跟我一直吃苦 你懂吗 阿姨统统都不在乎 我也不在乎 可是他们没选择呀 你不一样 你还有很多的选择 拋开这些所有的问题 你对我 就没有一点感觉吗 我现在把所有一切 都放在童童身上 时间 经历 爱 金钱 在童童完全好之前 我不考虑个人问题 对不起 其实阿姨说的也没有错 不错 阿姨只是说出了 我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 让你过得更好的人 阿姨统统都不在乎 我也不在乎 你对我 就没有一点感觉吗 在童童完全好之前 我不考虑个人问题 对不起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靠近你 谢谢你成全了我的幸运 我和你打结了一股 他们说爱情成长会有折磨 我只要分不顾身血清费 对不起